嗨 大家好 我是亚亚 今天终于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无印良品的刷具了 那无印良品的刷子我真的非常喜欢 然后它也是我日常最常用必备的刷具 但是很奇怪我发现好像没有很多人在讨论它 然后我最近发现它竟然刷具自己自动降价了 所以我就赶快来拍这个刷具的心得 那它们家的刷具一般尺寸的话大概有六款 我除了其中一款是一般扁平的粉底刷之外 其他五款我都买齐了 而且还有多买一支囤货 那我先讲我为什么很爱它们家刷具的原因 第一点就是它们家刷毛都超级柔软超级舒服的 不管你是用什么角度这样子摩擦或者是这样子垂直刺 甚至是你的眼睛附近然后比较敏感的部位 都完全不会觉得说刺而且非常舒服 我的脸算是比较敏感的那一种 那很多其他刷具不管是人造毛或是动物毛 在使用上都会有一些角度啦 或者是在刷某一些部位的时候会有一点刺刺 或者是痒痒或者就是觉得有点硬硬的感觉 那除非是那种超级贵的动物毛 例如说纯灰鼠毛我才会觉得说完全都不刺 那它虽然不是属于那种非常弹力的 但是它就是很蓬松很柔软的 不管你多粗暴的用在你的脸上 你都不会觉得有很刺或者是硬的感觉 那它在沾取产品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刮出飞粉 然后或者是一次沾太多的量 那第二点呢是它不掉毛不炸毛 然后也不容易扁形 其实这几支我都已经用了好几年 那不管我怎么随意的使用它啊随意的清洗它 没有刻意的保养或者是小心 它都好好的也没有掉过毛 那这一支是全新的 然后这一支是我用了好几年的 那因为用过上面有点白白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蓬松度有一点点差异吧 但是也不会说非常明显 整个变形这样 或者是炸掉这样 那再来第三点呢就是它的抓粉力属于中等 然后蓬松度加 因为我是混合偏蛮干的肤质 如果说抓粉力太强一次抓太多的量的话 两颊就很容易干燥啊卡粉 那再加上我对腮红的要求就是很淡淡自然的融入肌肤 气色有变好的感觉就好这种 所以不论任何的脸部的粉类的刷具 我都不会希望它沾粉力太强 会容易造成色块啊或者是粉会容易结块 我比较偏好那种比较柔和的妆效 那第四点呢就是它的刷毛是黑色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特别喜欢黑色 因为黑色你沾取任何粉 产品的时候就会比较看得清楚 你沾取了多少量 然后有没有沾均匀 那你才可以预计说你上上去会变成什么样子 像那种白色的毛 然后你沾取这种类似的颜色 或者是一些淡淡的腮红你就会比较看不出来你到底沾了多少 有没有沾到 那我刚刚先讲完了它们的共通点之后 我再来一个一个介绍每一支刷子的刷型 适合的使用方法 那它们的名称都非常类似 很像就是同样几个字 然后组合来组合去的 所以大家等一下不要搞错名称 那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就是蜜粉腮红刷 你要用它来上蜜粉粉饼腮红都可以 那以蜜粉这功能来说 它是算中等的蓬松度 然后中等的大小 如果你追求更快速或者是更薄一点点的蜜粉量 你可能会比较喜欢ELF这一支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两支沾粉沾起来的量的差异度 跟它上的面积大小差异 这一支是ELF的就明显的大非常多 沾的量也更松 那无印良品的话就是这一个面积而已 它主要是这个面积在上 没有ELF大 然后也比ELF还要密集一点点 所以沾的粉会比ELF还要再多一点点 但是还是属于中等的 那ELF的话就是直接这样子啪啪啪啪啪整脸 那无印良品的话就是也是这样子拍的 但是面积就比较小 那其实我最爱这一支的地方是拿来上粉饼 它的这个鞋面啊沾起粉饼 因为很柔又很蓬松 所以沾起来的量一次不会太厚 然后也不会薄到说擦上去不确定有没有擦 那它因为很柔也不会刮粉饼 沾粉的沾起的量也很均匀 那它跟一般的粉饼刷比较的话 它除了这样的面积比较大比较快之外 它可以利用这个鞋面 然后用拍的方式来拍上来 因为通常你在刚上完防晒啊遮瑕 脸还是湿润的时候 你如果直接这样子刷啊 直接打圈很容易解块 或者是把遮瑕推开 那通常大家建议的方式就是 你先上一层薄薄的蜜粉 然后再用这种粉饼刷来打圈来上 但是因为呢这样子比较花时间 那我平常都是直接上完遮瑕之后 就沾取它 然后直接拍拍拍拍拍拍 就把粉饼上得很均匀 然后一次的亮也很薄透 你可以再自由的叠加 那如果说你用它拍完之后 你会觉得说局部啊 特别有毛孔 或是特别需要遮瑕的地方 你就可以另外再用你的那一支粉饼刷 来局部稍微加强一点点就好了 那它除了这个鞋面 可以大面积的这样拍上之外 例如说你的鼻翼两侧啊 鼻梁旁边这边凹陷的地方 你觉得拍不到的地方 你可以用它那个尖尖的这个顶 沾取它的粉 直直的搓 然后拍在鼻梁两侧 也都完全不会刺 一样可以顾到这些部位 那拿它来刷腮红呢 虽然是偏大 但也不是不可以 就变成说你就先这样子横的这样拍过去 把颜色上在你要上的腮红范围内 然后再来回晕染开 就会变成淡淡 比较大面积的范围的自然腮红 那接下来是两支腮红刷 膝带用腮红刷跟腮红刷 按名称来说应该是只有饼的长短不同 但是我觉得膝带用的这一支 毛量进来比一般尺寸的还要多一点 也更蓬松一点 那我比较爱的是膝带用的这一支 因为膝带用的这一支 它有比较蓬松的跟风银的这个斜面 那沾取腮红的时候会更蓬松更均匀 那上的时候也会更快速 就不用说你沾取的面积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你如果拍上去之后 你还要这样子再多花时间把它晕得开一点 晕大一点 那使用上我喜欢在沾取之后 先确认一下沾起来的量有没有均匀 那在拍上颜色之后 如果觉得颜色的量OK 不会太重 那你就直接用同一边来来回暈染 那如果觉得颜色太多了 就翻到另外一个还没沾取颜色的斜面 来把腮红暈染开这样 如果说看另外一个一样很热门的 Sigma的腮红刷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Sigma这一支的刷毛相对比较偏硬一点 没有无印良品的这么柔软 那在沾取腮红的时候 Sigma也会比无印还要更容易 因为你手劲太大 然后就刷出飞粉 或者是一下沾取太多的量 那如果你在上腮红之前 你没有好好的先把底妆用粉状固定住 就直接用Sigma来上腮红的话 很有可能会把原本的底妆稍微推开来 那如果要讲Sigma这一支的优点的话 就是它上起来 会比无印良品这一支还要精准 如果你没有喜欢无印良品这一种 中面肌啊淡淡的自然的腮红 你喜欢比较精确的控制你腮红药的方向啊 深浅 那你就会比较喜欢Sigma的这一支 再来如果你的腮红是属于那种很硬很难沾起来的 你用无印的可能就是会因为太柔软 所以觉得沾不起来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用Sigma的比较沾得起来腮红 那这支膝带型的腮红刷真的是我目前以来最喜欢的一支腮红刷 所以我还有买了它的备份 那它不论是上妆速度啦 妆效 或者是使用时候的那个柔软度 觉得都是第一名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这种淡淡啊自然的腮红的话 那你一定要尝试看看这一支 再来是膝带用的蜜粉腮红刷 它跟第一支蜜粉腮红刷完全刷型不同 它是圆柱状的 那使用它的方式就是用它头顶的毛 可以用这样按压的方式来上粉 但是因为它这样子沾取的面积非常小 所以比较适合说 例如说你脸非常干 那你只要把蜜粉或是粉饼上在这些T字啊 比较容易出油脱妆的部位 你就可以用它来这样子拍拍拍 拍在特定的区域 那因为它很蓬松 所以沾粉量也不会太多 所以也特别适合这功能 不会说一次上太多的量 那用它来上腮红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就是没有刚刚 细带型的腮红刷那么那么顺手这样 那最后一支就是细带用的眼影刷 它就是一支大号 然后没有很扁的扁平刷 那这种尺寸的刷子通常都是 你拿来做整个眼皮的打底用 看你要沾取蜜粉啦粉饼还是眼影 在上眼影之前 让眼周比较干爽也比较明亮 那后续眼影比较好晕染 眼妆不会那么快的晕开 再来你也可以拿它来沾粉饼啦 在完妆之后做局部的加强遮瑕 但是其实以以上这些功能来说 其实一支更便宜的W&W的刷子 都可以达到相同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对我来说 就没有那么必要要买 那总结一下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支 膝带型的腮红刷 如果它们刷具你想尝试 然后不知道要试哪一支的话 就推荐大家先从这一支 膝带型腮红刷来下手 那它上起来的妆效是很自然淡淡很均匀的 再来如果你有用粉饼的习惯的话 我也很推荐这一支最大支的蜜粉腮红刷 它拿来上粉饼真的很快速方便 然后上的量也很均匀很自然 那购买方面的话无印良品好像店面几乎没有什么大折吧 但是博客来的无印良品商店 我有看过几次就是它会打八亿折 最最最便宜的还是你去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买 所以如果有去日本的话 你真的可以去看看去摸摸看 那清洗部分的话 我一直都是用嬌生的婴儿洗髮精来洗就好咯 那以上是今天的无印良品刷具心得 希望对大家购物有帮助 那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